各位,近期有一首歌,熊得很厲害 是《刀郎的邏冊》《海士》 這是出自《山歌寮哉》的其中一首歌 這首歌在短短十多天播放量已經是80億次 不是80萬次,是80億次 換句話說,引起非常大的共鳴 我找了他的歌詞 一看,我拋頭說什麼 老妖的文化水平不夠 沒有畫明的說什麼 所以上網找了這首歌詞說什麼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地方來自《遠見》的台灣網站 他作者用的題目就是 《刀郎的邏冊海士》 《歌詞紅什麼呢? 為什麼一個角都對號入座呢? 他有一個畫面 大家如果有興趣聽的話 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羅冊海士》 應該可以聽到他的原曲 講講講他的內容 內容 內容就是 來自 11日 有80億次 引起很大的共鳴 歌詞的取材 來自寮齋 由於歌詞很難明白 所以要先解釋一下 這裏就講一段 就是刀郎本身的背景 這個我們沒有興趣 直接進去看看 到底這首歌說什麼 這個專輯我剛才講了 叫做《山歌遼哉》 取材志 這首歌是清代著名小學家 蒲松陵的文言短篇小說集 這裏就採著其中一個 同名小故事的上部份 就是《羅冊海士》 歌詞的意思就是 那時候 《遼哉》中的故事 有一個主人屋叫做馬琪 他人很英俊 讀書識字 但家人要他去做生意 結果在一次出行之中 船一吹出去了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叫做羅冊市 這裏加了海士 內賊市 在市裏發現 那些人的樣貌非常醜陋 他後來發現 原來在這個地方 那些人是 將我們平時認知的 所謂美和醜 互相調轉 黑白顛倒 美醜不分 這就是主要的故事 跳過故事之後 我們可以把這首歌詞拆出來 逐句 逐句看 這個歌詞 我們在這裏 又和大家找了一個 不是這個 這裏 有個歌詞 它就說 羅冊角向東 兩萬六千里 這個沒問題 這個羅冊角 是在東面兩萬六千里 簡單 然後 第一句 我就已經拋頭了 過七蔥 月昭海 三寸 黃麗地 到底為甚麼呢 這個 中醫裏所謂的七蔥門 指食物進入身體 消化系統裏面 有七個位置 七個部分 通常就是三昭四海 三昭四海加上七蔥 所以 它一開始就是 過七蔥 即是過了消化系統 月昭海 三昭四海 去到甚麼地方呢 消化完之後 去到最惹甚麼 自然就是黃麗地 大家可以想像到 這是 米田宮 所以 這是指 是污髒的地方 所以 一開始就是 這個羅冊角 東方 兩萬六千里 其實是一個污髒地方 那裏有一條河 一憂河 一憂的取材 一憂之樂 跟著河水流過 九九營營 那裏是九營營 埃兒鳳美這類人 而那裏在溝溝營裏 有一個叉乾兒 即是風花樹裏的後台老闆 即是妓女的保護人 叫做馬狐 這有意思嗎? 馬狐 因為簡體字裏面 一邊是馬,一邊是狐 就是爐 稍後會出現爐 另一隻叫做幼鳥 幼鳥,用簡體字看 亦是雞 所以雞和爐會出現 這裏有一個人,叫馬狐 在十里陽牆,十里花牆 在風月之地,就有一個花名 說明這個人是怎樣 剛才說過這個邏刷地 邏刷屎 欺負美貌和醜陋對轉 所以這個人的樣子就有意思 他就是馬狐 馬狐 即是爐 未開口,先動 屁股 先轉定 定就是屁股 未曾開口,先轉定 未開口,扭扭屁股 另外,他的樣子 亦都用回蒲崇寧的寮渣 寮渣裏面說的樣子 兩耳垂肩 兩隻耳朵很長 長到碰到驚 肩膊 三孔鼻 鼻哥大大個洞 這就是當時 在寮渣裏面所描述的 官場上的宰相 樣子非常醜陋 每天就蹲在鍋裡 來捕雞仔 粉嘴就是油嘴滑舌 就以為自己是一隻雞 這個紙字要用回簡體寫 你就會知道就是雞 到底這個馬狐 是雞還是爐 他就說這個馬狐 就在這裏射捕彈 當自己是雞 這個馬狐不知道自己是一頭爐 記得這個馬狐的簡體字就是爐字 而雞字的簡體字就是油鳥 那隻油鳥也不知道是一隻雞 歐蘭從來扮高雅 自古公公很威名 歐蘭大家明白了 就是歐蘭雅社裡的藝人 公公自然是太監 自古的太監就想威名 講講小人物 就以為自己是高雅 歐蘭雅社的藝人想扮高雅 這類型的藝人 但我覺得其實不一定是藝人 總之有些低下層想扮自己高雅 接著話題一轉 講回廖西裡的主任翁就是馬琪 馬琪在西邊 他美豐之養靚 亦非常風流啼朗 還是華夏子弟 即是華夏子弟 明白了 即是中國人 再講回廖西裡 接下來就說 只為他人海泛舟搏風打浪 於是出去 其實就是賺食 他家要他去做生意 誰知農友險攤 流落到惡地 一下子打風 吹到裸賊市 裸賊市裏 馬琪愛聽又鳥的歌 馬琪就是爐 爐 爐就是喜歡聽又鳥 又鳥就是雞 爐就是喜歡聽雞唱歌 三間的草雞 當作是日頭的詩神公雞 半掩門眉想表真情 這個表是妓女 半掩門眉的老表 半掩門眉的妓女 你猜他有沒有真情 好像有真情 怎麼會呢 這一樣我繼續形容 是非黑白調轉 繼續說 這裏我們將雞和爐 拆開來 上面先講雞 雞把脂膀弄黑 將自己的雞關弄綠 好做不做 以為好漂亮 所以這裏就是講雞 後面這個 黑華皮和金箱蹄 講一隻爐 於是雞和爐 裝扮自己 不知是甚麼 滑到花點爐 可惜就是 煤蛋二 煤當然是黑色 本來就是黑的 不理你怎樣洗 那個是髒的 黑是黑白白 髒是髒 乾淨是乾淨 你怎樣裝模作樣 又去描紅的翅膀 又把雞關弄綠色 都沒有用 可惜有馬戶 不知自己是髒 那隻油鳥 也不知自己是髒 黑白顛倒的人 不知是真還是假 自己以為真是真 假是假 真真假假 他就說 豈有 華堂登豬狗 哪來鞋笔 作如衣 第一句 豬狗登上大堂 鞋笔 即是我們穿鞋 平時不想踩到鞋笔 鞋笔 那樣子就當了 好像乳衣 接著 這句 愛字有心 心有好帶 很可惜 簡體字入面 那個愛字 沒有了心 所以這裏又有 另一個問題 只是說出 多樣愛 亦是天種的愛 亦是天種的懷 愛和壞之間 亦是大家自行 接著是女子 女子一樣 他又拆字 繼續 女子加盟就好 女子為好 即是好像前面一樣 他把馬護 又有料 拆字 非全部都好的 還有就是 黃蜂 尾尚針 這句是來自風神演義 青蟲蛇而口 黃蜂尾尚針 異者皆不毒 醉毒苦人心 即是 大家想像下 一些人 表面上好像很溫柔 好像沒有大殺傷力 其實很厲害 最後一段 點題 西邊的 哥剛有個老闆 這是誰 原來 拿了一個 維特斯坦 曾經說過 凡是可以言說之物 都能說清楚 凡是不能言說之物 必須保持沉默 必須保持沉默 言語的邊界 便是世界邊界 解得明白便明白 解得明白便明白 也不用解 閉嘴 你自己感受一下 所以最後 說清楚 馬糊 即是爐 又鳥 即是雞 到底馬糊是爐 爐 爐是雞 雞又鳥 又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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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詞 我講了這件事 之後 大家就開始 想 咦? 他講什麼呢? 當然 雖然 刀狼 作為一個 中國的音樂人 有人把這些 形容詞 拉上了 中國樂壇裏面的東西 影射這個 影射那個 這篇文章 也講到 如果是對照台灣社會 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網絡充激著各種打壓異己的假訊息 是非黑白不分 指鹿為馬者 比比皆是 了解這首歌的含意之後 便能夠了解為什麼呢? 在11天 就突破了80億次的播放量 而這首歌 亦反映了一些 民眾的心聲 到底 他講誰呢? 各位可以 就是 對號入座 你喜歡跟誰說 跟誰說 連政治人物 都 心有戚戚然 我和對號入座 現在我們發生在 世界裏面 譬如2019年 那些黑暴分子 指鹿為馬 在香港社會裏面 為非作大 但高掛民主自由的口號 這裏講得很清楚 指鹿為馬 是非黑白顛倒 再拉近一點 我們都發覺 現在 美國的政壇 正在 上演 這個 是非黑白顛倒 男女混亂 是男還是女 任你話 大串這些 到底 不知道大家 對這首歌 有什麼 對號入座 這首歌 本身 我覺得 音樂 相對比較 離開一般 我聽過的音樂 有點不同 挺好聽 剛才和大家 選了歌詞 歌詞 心有意思 因此 聽上來 第一次覺得 第二次 說什麼 第三次 有些味 聽一下 聽一下 都好像幾感聽 難怪有這麼多點 結論